在神手中总能更新 绽放新的生命花朵 因他有不能隔绝的爱 印尼华侨慧娟 1999年在印尼排华事件后 来到台湾就学 朋友带他认识神 三个月后 顺着心中感动及牧者的邀请 走入陌生的彰化乡间 服侍曾是他远离家园的印尼本地人 没人如此的爱我 没人像你一样爱我 没人如此的爱我 没人像你一样爱我 没人如此的爱我 没人像你一样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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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如此的爱我 沒人像你一樣愛我 沒人如此的愛我 各位弟兄姐妹早晚安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好不好我們從座位上站立起來 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先跟妳旁邊的說 很開心在神的家中看到妳 很開心在神的家中看到妳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張開雙手 我們先來禱告 我們來呼求這位良善的神 今天在我們的當中掌權做往 我先來禱告 神今晚我們的榮耀 要來彰顯在我的生命裡面 求我讚美妳 祈祢良善 我要宣告祢的良善 宣告祢的良善 宣告祢的恩慈 宣告祢的公义在我们当中 祢荣耀的宝座降下来 祝我们赞美 宣告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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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我的灵来迎接祢 我的灵啊 祢要兴起相声来歌唱 宣告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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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我全心宣告 我全心宣告 让世界知道 说你真好 你真好 今天或日天 我都要赞美 你真好 你真好 我全心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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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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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或日天 我都要赞美 你真好 你真好 我全心宣告 我全心宣告 让世界知道 你真好 你真好 今天或日天 我都要赞美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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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心宣告 我全心宣告 让世界知道 你真好 我全心宣告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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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心宣告 你真好 我全心宣告 你真好 你真好 我全心宣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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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山頂上大聲呼喊宣告 你兩山不知己永遠不會停息 你慈愛隨著我充滿我的生命 你愛讓我驚喜 所以我要說 And I sing 因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為你真好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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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最明顯得開了 耶穌 耶穌 慶祝 再沒有任何人 再沒有任何人 能夠與你相比 天地和深海南 都鮮明著真理 在黑暗的時刻 你如冰兩層星 你愛讓我驚喜 And I sing 因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為你真好 你對我真好 And I sing 因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為你真好 今天過一天 我都要讚美 你真好 你真好 用個全心來說 我全心選高 讓世界知道 你真好 你真好 今天過一天 我都要讚美 我都要讚美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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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sing 因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為你真好 你真好 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為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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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哇哦 哦哦哦哇哦 哦哦哦呼哇哦 把祢的方向贏给神 把祢的倡记獻给神 把祢的本 carb heure 耶稣魚啊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祝我们 evet wani Hallelujah 동��方面的说 耶稣对你我真好 让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来赞美祂 左岸撕裂黑夜的沉寂 看见神的果在光速中奋发出色彩 自由改变树林的空气 当明光照耀有暗失去就不再环绕 从那高天之上爱为我们降下 用火拥在君王 耶稣我神 我仰望生儿子 触摸在这主身上 看见爱的形象 我永远要赞美他 哦 仰望生儿子 从早不生的果就要领导 看天国盼望像出生的太阳闪亮 现在永远从死亡中的释放 爱亦无所惧胜过黑暗踏上现成光 从那高天之上爱为我们降下 用火拥在君王耶稣我神狂 我要望生儿子 我要望生儿子 触摸在这主身上 看见爱的形象 我永远要赞美他 我永远要赞美他 要望生儿子 我永远要赞美他 要望生儿子 我永远要赞美他 耶稣我神 从那高天 从那高天之上 爱为我们降下 用火拥在君王 耶稣我神 欧阳王神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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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赞美祢 Hallelujah Amen 圣经上面说 耶稣是道路 真理还有生命 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的一章 第十四节 预备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满有恩典和真理 我们见过祂的荣光 这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再念一遍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满有恩典和真理 我们见过祂的荣光 这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今天晚上你的荣光 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要释放我们得到自由 Amen 我们是开口 赞美耶稣 祂就是我们的恩典 祂就是我们的真理 祂是我们永生的盼望 你自写 赎回了我们 你自写 赎回了我们 你挪去爱痛 背负我们忧伤 你挪去爱痛 背负我们 你挪去爱痛 背负我们 побед负我们 你就是天赋的心意 是天赋的心意 都是你 胜过死亡 你 胜过死亡 从死里复活 我们随停止息息 却与你到永生 你 胜过死亡 从死里复活 我们随停止息息 却与你到永生 你 胜过死亡 你 胜过死亡 忽然比你更渴望 回顾一切 就爱你 吃你 笑你 心意相追 当你运行万事都可能 做出心在这里 无人比你更渴望 无人比你更渴望 回顾一切 就爱你 吃你 笑你 心意成全 让你运行万事都可能 做出心在这里 我们现在等候神 我们的心渴慕堂 降临在我们当中 祝你的灵是恩典的灵 现在运行在我们当中 祝我们渴慕你 祝我们寻求你 宣告你 宣告你的生命 宣告你 宣告你的生命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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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重人可苦 你是維持者 宣告你的生命 你是大難道征守者 你是重人所求 掌援你能力 宣告你的生命 你就是天赋的心意 忽然比你更渴望恢复一切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成全 当命运行华时都可能 就注意心在这里 忽然比你更渴望恢复一切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成全 当命运行华时都可能 求助运行在这里 求助运行在这里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成全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成全 求爱你识意教你 为你更渴望恢复一切 according of your life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教大家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教你 求爱你识意教你间望恢复是重要 求爱你识意教你心意教你 求爱你识意教你谢谢 求爱你识意教你 你在这 带着旧族的岸点 这些天赋的信仪 我需要你 你在这 伸出一只的双手 失望生灵的大量 我需要你 你在这 带着旧族的岸点 掌揭天赋的信仪 我需要你 你在这 伸出一只的双手 失望生灵的大量 我需要你 当我呼求你生命 错脸都松开 我这一切会改变 严肃 轻声呼唤你生命 是浪尽风平行 当我呼求你生命 你带着 我的供应者 我所需的一切 耶稣在于你 你带着 你带着 带着奇妙的能力 你在这 带着奇妙的能力 你生命的气息 是一切都苏醒 你生命 当我呼求你生命 当我呼求你生命 锁链都松开 我只一切会改变 耶稣 当我呼求你生命 锁链都松开 我只一切会改变 耶稣 当我呼求你生命 锁链都松开 当我呼求你生命 锁链都松开 我只一切会改变 耶稣 我只一切会改变 quin链都松开 我只一切会改变 耶稣 满 链都松开变 耶稣 谁亢 锁链都松开变 耶稣 成港那 꽃子放开变 耶稣 拯救到底 Emmanuel 坚固判施 你是我能力 你永不释放 我的盼望 你拯救到底 E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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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呼求祢生命 佛脸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祢生命 是冷静风的心 当我呼求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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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练的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祢生命 是冷静风的心 当我呼求祢生命 当我呼求祢 当我呼求祢生命 当我呼舍 祢的名字 今生呼唤 今生呼唤 今生呼唤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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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冷静风的心 当我呼求祢生命 我们互相演出 自由的情报 我不求 我不求 情报 不愿意 不愿意 是当街风平行 主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祢面前呼求祢的名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呼求祢的名 主 唯有祢的名 配得一切的赞美 唯有祢的名 配得一切的颂赞 主 唯有祢 唯有祢能使一切的锁链松开来 唯有祢可以断开一切的捆绑 主 因为祢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主 祢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在十字架上 祢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救恩 再也没有任何的锁链可以捆绑我们 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些的罪可以挟制我们 主 我们要来呼求祢的名 主 唯有祢的名 配得称赞 配备高举 主 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主 我有祢的名 主 我们要来赞美祢 主 我们要来高举祢的名 我们要来称颂你的名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我们赞美祢 祢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祢已经完成了这奇妙的救恩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我们赞美祢 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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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耶稣也照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于你们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姐妹 每一个月我们在这里领主的圣餐 我们总是会说 我们要来省察自己的罪 看在我们里面 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没有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每一个月 你总是在为一些相同的罪来认罪 或者每一次的祷告 你总是为一些相同的罪来认罪的话 那么我们只有认罪而已 并没有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 不只是认罪还需要悔改 怎么悔改呢 把自己完全的降伏在主的面前 把自己完全的降伏在他的面前 让耶稣来掌权 让耶稣的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高举起来 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 居首位掌权权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来领基督的饼跟祂的杯 我们来领基督的饼跟祂的杯 耶稣祂的杯 今生呼唤祢神明 是浪迹或平行 当我呼求祢神明 当我呼求祢神明 昨年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你生命 是冷静风平行 当我呼求你生命 当我呼求你生命 昨年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你生命 是冷静风平行 当我呼求你生命 当我呼求你 当我呼求你生命 所连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你生命 是冷静风平行 当我呼求你生命 当我呼求你 当我呼求你 当我呼求你生命 所有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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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呼唤你生命 是冷静风平行 当我呼求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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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唤你生命 当我不求 不求秘密 不求秘密 今生不怕 当我不求 今生不怕 当我呼求你生命 左脸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你生命 是冷静风平行 当我呼求你生命 好不好让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祂的生命 在祂的名里面带着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权柄 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祂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拿着饼跟杯 这就是神与我们所立的心愿 当祂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一切环境上面的困难 在你里面的会比在世界上面更大 你里面所拥有的信心 会使你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面更大 因为今天当你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 你正在对你的难处宣告 你也在对世界宣告 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面更大 因此把你的难处交在神的面前 让神的病 神的杯 成为你生命里面 与祂蒙冤的记号 祂永远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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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主今天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不只是悔悔 祢说我们 sav movement 过去祢在科兴马尼园里面 祢所教导我们的样式 今晚我们再次来到祢的面前说 愿父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 祝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谢谢祢 在五七七八的开始 祝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交代 为着过去的一年 向祢想感恩 也求祢不再纪念过去那一年 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犯了罪 而新的开始 祢我求祢让我们更加的勇敢往前行 进到新的门的里面 看见勇气在我们里面生出来 这个勇气不是从我们里面自己有的 而是因着祢爱我们到一个极处 以至于我们生出这个勇敢来 祢我们谢谢祢 在今天晚上 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耶稣基督的身体 及祂的保险 当我护着祢身体 好不好让我们所有人从周围上起立 祢来敬拜我们的神 所脸都松开 我知一切会改变 耶稣 今生呼唤祢神明 神臣病 时冷静并平行 当我呼救 神明 当我呼求 神明 当我呼求 神明 当我呼救 神明 hail 我臉都鬆開 或是一切會改變 耶穌 今生呼喚祢生命 是冷靜風提醒 讓我呼求祢生命 祝我們感謝祢 今天祢的同在就在我們中間 祝祢說祢的名在哪裡 祢的同在就在那裡 一直當我們宣告耶穌的名的時候 祝祢親自走在我們中間 觸摸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我們今天渴望聽見祢對我們生命說話 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們將要感謝祷告奉靠覺出的聖名 阿們 把最後掌聲榮耀 歸給愛我們的天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好不好 坐下之前跟你旁邊的說 神與你同在 神與你同在 這個時候我要代表台北兩堂青年牧區 歡迎我們在座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 第二次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當我數到三的時候 我要邀請你從衛章站起來 讓我們給你一個最熱烈的歡迎 預備好了嗎 一 二 三 新朋友請起立 好不好 其他的弟兄姐妹 代表我們教會給他們握手問安 哈利路亞 剛才站起來的新朋友 我們的招待同工有第一份 關於我們台北兩堂青年牧區的簡介 在那個裡面有一份留名卡 我要請你花一兩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留名卡拿出來 可以把你的資料填寫在這個留名卡裡面 待會我們收奉獻的時候呢 可以把留名卡放在我們的奉獻袋裡 讓我們教會可以更多的認識你 也可以讓你更多的認識我們的教會 今天你們都是我們的VIP 在那個裡面有一個VIP的貼紙 可以把這個貼紙貼上 當我們聚會結束的時候呢 當你出去的時候 在219有一個VIP的接待室 你在那邊可以稍微留步 讓我們的弟兄姐妹可以為你來祝福祷告 也可以讓你更多認識我們的教會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奉獻 我們邀請佳秀姐來收今天的奉獻 我們派長歡迎佳秀姐 好 佳秀姐妹們晚安 有多人知道我們現在正在過節啊 不是中秋節也不是接下來的國慶日 而是我們在過神的節期 我們在過新年 我們已經跨越了新的一年 叫五七七八年 而為什麼要過節期呢 是因為呢 我們守節守節守到後來呢 耶穌就會來了 你們知道嗎 下週我們要來歡慶祝朋節 因為呢從聖音上面研究 我們知道耶穌在來的時間 就會在祝朋節這個時刻 而耶穌在來的時候呢 會做什麼事情你們知道嗎 我們要一起來讀這節經文 馬太福音25章40節 我們一起來讀請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坐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耶穌再來是要來做什麼的 做王 而且呢耶穌來的時候 祂要來審判喔 祂會把我們分成兩批人 就是呢 一群是屬綿羊的 一群是屬山羊的 可是怎麼分呢 就是從這節經文來分 就是我們是否願意 坐在最小的一個弟兄身上 就是大家有時間回去 好好地把25章 馬太福音25章前面再看過 前面就是講說 耶穌說我餓的時候你給我吃 我渴的時候你給我喝 我沒有衣服穿的時候你給我穿 我沒有地方住的時候你給我地方住 然後呢 門徒就問說 我什麼時候做這件事情在你身上了 耶穌就回答說 當你願意坐在最小的一個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小看你默默所坐在 最小的一個弟兄身上的工作 這些神都會紀念 而且耶穌來的時候 就會按著我們是否 有坐在最小一個弟兄身上 來報答我們 而我現在呢 就想要邀請熊慧姐來跟我們分享 在這些年 我們怎麼樣子 透過青年牧區不斷地出短宣隊 來祝福台西林良堂 這個位在偏鄉地方的 我們要預備自己 在下一週祝朋節的 節期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奉獻獻上 我們一起來歡迎熊慧姐 好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的神是慈愛全能的父親 他是銀馬內力的主 不管是在台北 在偏鄉或者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台西鄉呢 位於雲林縣 那在台灣信主人口比例 大概千分之三的這個西海岸的地方 在當地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廟 有團員呢去到那裡描述說 那裡的廟就像台北的便利商店那麼多 而台西林良堂是目前 整個台西鄉唯一的一間教會 在當地的福音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感謝祖從2005年開始 青年牧區幾乎每一年的暑假 都有一支福音隊來到那個地方 那我們的任務是舉辦一個 有才藝教室跟大力遊戲的 青少年遇見神營會 那要收割當地的學生信主 並且邀請他們 在營會之後 能夠繼續的尾聲 在每一周的教會生活成為門徒 我們渴望結出長存的果子 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的確看到神在當中 做了非常多奇妙榮耀的工作 應該有照片 這是今年我們的福音隊 加上所有青少年營會的人們這樣 好 然後這個是他們 我們營會當中的一些照片 好 下一個 左邊這個穿黃色衣服的女生啊 他們家裡總共有姐弟三個孩子 媽媽在他們小的時候就離開家 後來在他國三的那一年 他的父親也因為癌症而去世 他是在國中的時候 來到我們的營會信主 而且接受耶穌 當時也成為教會裡面 一個小小的同工 後來有幾年暑假我們去的時候 就沒有看見他 聽說他離開教會 回到廟裡去跳八家將 他覺得那裡可能比較好玩 而且沒有人管 而在後面幾年我們再去的時候 看到他又回到教會 今年他高三了 在今年福音隊的營會當中 他站起來跟所有在台西當地的 下一代弟弟妹妹們做見證 他說他在廟裡跳八家將的時候 他發現他自己很多的被影響 開始有點壞習慣 而且他跟家人的關係 開始越來越不好 也常常看到就是在廟裡 有一些祭司 他們起當的時候啊 會用刀啊什麼的傷害自己 那有一次他還看到 有一個用刀割自己的舌頭 然後他突然覺得好可怕 他想 這些神明為什麼要這樣對待 這些相信他的百姓呢 這些神明是真的愛這些 相信他的人嗎 突然他就想起了教會和上帝 他在營會中就做見證說 我們的神是很不一樣的 神就是愛 他深深愛著每一個人 甚至反過來是神為人流血的 所以他就決定回到教會 而且深深的尾聲 一直到現在 他就是在教會裡面 很重要的青年同工 我們把榮耀歸給神 還有非常多的見證 非常多的故事 感謝神讓我們可以在宣教的當中 跟當地的牧者弟兄姊妹同工 一起經歷他的榮耀 那接下來有一段影片呢 是台西靈良堂的吳鴻泰牧師 他所錄給我們 他想要對青年牧區的弟兄姊妹說話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5、2、1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台西靈良堂的吳鴻泰牧師 我在這裡要鄭重的感謝 台北靈良堂今天牧區 真的每一年在我們當中 暑假營隊來幫助 已經十幾年從我們開拓到現在 我們看見有很大很大的成長 是給我們很大的祝福 在這十幾年當中 每一次的暑假營隊 我們每一次的這些信主的人數 就會因著營隊而增加 特別在今年 我們從營隊結束到現在 還是有三十幾個孩子 他們持續維生在教會裡面 並且他們成為門徒被訓練 被預備 那再來就是看到 每一次在我們當中 你們的團隊實際的示範愛神的心 帶給我們的這些的青少年同工 我們的教會的孩子 他們實際來一種典範 看見信耶穌的人的生命 是這麼的美 那我們的關係 跟神的關係也越來越深入 這是我們覺得 透過你們的示範 可以帶給我們第二個祝福 是真的是無價之寶 第三個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這些的生命 每一個孩子的生命 不斷的願意維生在神面前 那我們有很多的這些的同工 他們會信主 當然都是透過營隊來的 但是他們的生命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們看見他們不只是因為在這裡好玩 而是他們很認真的來追求 他們原本是一種家庭破碎 原本是被棄絕的 原本是整個生命很糟糕 可是他們現在開始在教會裡面 帶敬拜 他們開始在服侍當小組長 這一切的生命 我們看見很多人都看見他們的生命 真的是很美好的見證 連老師連家長 他們都覺得很肯定 這個孩子在這裡的生命怎麼這麼美 原來是耶穌的生命在他們裡面 第四個就是在這裡的才能才藝 不只是在暑假營會裡面 學習這個才能 而是他們開始練習預備 被神來使用 所以我們所有的敬拜團 這些不管是敬拜的 或者是樂團 或是他們這個舞團 或是他們所有的這一種籃球 或者是這個網路直播 這每一個都是從當中被建立起來 一次我們看見整個團隊的 這樣的他們的能力 就很大被提升 這是我們教會的祝福 但是我相信這個祝福也是從你們那裡來 你們祝福更大 因為上帝更多的來使用 我們一起來經歷祂更大的榮耀 感謝神 阿妹 耶 好 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們下週10月7號的青蟲呢 我們要鼓勵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 為著未來的一年 我們要來灑種 我們要預備奉獻 不管是青年宣教 或者青年職堂 或者你願意為著Age of for Jesus 他們在全球各地的服飾 來奉獻 願我們把我們自己 把我們的金錢 在這一年的開始 完全地交在神的手中 我們相信 當我們願意坐在一個最小的基雄身上 就是坐在耶穌的身上 神紀念我們所擺上的 我們一起來禱告 爸爸我們讚美你 我們謝謝你 我們知道榮耀的君王 你即將要再來到我們當中 掌權直到永遠 但是你在預備我們所有人 都能夠與你一起執掌王權 你要我們學習與你一起 在看顧這些弱勢的 看顧這些缺乏的 當我們願意跟你一起同心同行 來扶持這些人 並且用我們的奉獻來獻上的時候 我們相信我們能夠預備好自己 與你一統執掌王權到永遠 求你預備我們的心 也預備我們的奉獻 謝謝爸爸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 Amen 好 我們一起來奉獻 在奉獻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些關於牧區的報告影片 我們一起拍掌來歡迎這個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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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就没有关系 主要是要谈到关系 那刚才我们训证牧师也讲到说 我不只我四个儿子 其实我的大儿子 今年已经从大学毕业 他今年已经23岁了 那我结婚已经25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其实呢 当我在看你们这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我蛮年轻的时候呢 就进入婚姻了 那只是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呢 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呢 在谈有关关系 或者是婚姻这个主题 所以呢今天讲到说关系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晓得大家讲到说 我们常来到教会 为什么会提到关系这一件事情 好像在圣经里面 我们讲到是说 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怎么敬拜 我们怎么样子过生活 但是我们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在思想有关关系这个主题 其实呢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关系 首先在关系之前呢 我们知道在各种关系里面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呢 其中一个关系是 父与子的一个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婚姻的关系 所以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呢 花很多的时间讲到说 我们是神的儿子 儿子跟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也讲到说 耶稣是我们的新郎 那我们是新父 讲到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两个关系呢 可以是圣经里面呢 所非常看重的一个关系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 为什么圣经里面呢 讲到婚姻 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前的时候呢 我其实呢 我在大学修的是生物医学 那研究所的时候 是读家庭婚姻跟儿童心理治疗 然后后来又在神学院里面 读这个神学的硕士 那很多人不明白说 为什么你读这么多的不同的 因为原来我是想要当一个医生的 后来在大四 大三大四的那一年 被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 在我生命当中 有一个清楚的呼召 所以我就没有往 这个医生的这条路走 然后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弯 去研究 去研读有关心理资商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花这个时间 来研究这个事情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其实呢 我在13岁进入教会 14岁受洗之后呢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教会呢 好像大家都是 过得非常的快乐 有神的同在 而且呢 彼此相爱 但是实际上呢 事实上呢 我相信不是 这不是林良堂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很多教会里面呢 就是其实夫妻之间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表面上呢 很多时候呢 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孩子 跑来跑去嘛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些的长辈们呢 私底下呢 因为我们都跟孩子们认识 所以都晓得说 其实他们的父母亲 婚姻都有问题 只是在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不常讲他 我们不把他提出来 那我自己呢 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 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 那我的父母亲呢 他们在我大概在 六个月生出来 没有很久吧 大概半 六个月半年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那后来在我小学的时候 他们又决定再结婚 那我当然心里非常开心 可是没有过多久之后 他们又离婚了 那他们这样子来回呢 三次 他们结了婚离婚 结了婚离婚 然后最后一次呢 他们就觉得就说 这样子一直办结婚离婚 也麻烦 所以第三次 他们就没有办 就直接就在一起了 这样子 那最后一次 他们分开的时候 是在我自己结婚了之后 他们决定分开了 那我父亲呢 已经过世了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那他在过世之前呢 有一段时间 他住在家户病房 那我在那边照顾他 我那时候 我之前都在美国长大 后来就回来台湾照顾他 他在加户病房的那段的时间呢 很多朋友来看他 我就在旁边照顾他 看他跟所有的人在互动 我父亲是一位 非常成功的医生 他行医三十几年 那有很多人 他有太多太多的一个朋友 但是呢 我听到我父亲 在跟一些人在互动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呢 我永生难忘 他说他回顾他的一生呢 他认为他一生是非常的成功 但是就是跟我母亲之间的关系呢 非常的失败 他认为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他跟我母亲的关系是失败的 以至于他认为他的一生都是失败的 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了 在我旁边在看着我的父亲的时候 他在讲 他在回顾他的一生 他在来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他回顾他的一生 他发现就说 当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时候 无论他在事业是多么样的 多么大的一个开展 是多么样的一个成功 他认为他人就过了一生是失败 这对我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记得说 我很多时候人家在从小到大的时候 老师可能问你 就是说你长大要做什么 你未来的一个期许是什么 你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呢 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很简单的 我的梦想没有要当总统 我的梦想也没有成为一个什么警察 或者是成为一个空军 都没有 我没有这些奇怪的一些 不是奇怪了 我的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想法 很简单 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我长大呢 我可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婚姻 我可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婚姻 所以我非常向往婚姻 那我因为从13岁出国之后 就一个人在国外成长 所以 我一直想期待说 我可以进入到一个关系的里面 所以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 我就结婚了 所以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尽力的来经营我的婚姻 但是呢 经营没有多久就发现 就说 我所有 最不希望看到说 在婚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像我父母亲那个样子的情况呢 完全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发生出来 而且它严重到一个地步呢 我没办法控制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我一直认为说 我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今天师母没有来 等一下再 我趁这个机会多讲一点 他就跟我讲说 国伦为什么你的脾气这么糟 我说我的脾气没有糟啊 他说有啊 你看你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说我在认识你之前 人家都说我的脾气非常好 他说不 我看得最清楚 你脾气非常的不好 而且讲没几句话你就生气了 我一天听他这样讲完之后呢 我就开始发脾气 我就开始在那边生气在那边跳 他说你看你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整个又更大的一个爆炸 那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脾气这么糟 我不能明白 那有一次呢 真的吵架吵到一个地步呢 我一生气起来呢 往这个 那时候住在国外啊 一脚就把那个墙 踢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 你不用太高兴 我等一下跟你解释为什么 本人是练武的 本人空手到三段 但是不能打太太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一脚就往墙壁踢 就踢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洞 那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如果你去 有机会去美国 就知道说美国的墙 跟纸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两样的 有一年呢 我回来台湾 有一年我回来台湾 那 又吵架了 那这次吵得又更严重了 那我真的很生气 气起来我就拿着拳头 往那个墙壁 敬我全部的力量 打开地打下去 本人忘记 回来台湾 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钢筋水泥 我尽了我全力 打下去之后 我接下来两个礼拜 都没有讲过话了 那个气当场都消了 可是呢 我就觉得很严重啊 为什么我 我这么样子的一个失控 完全没办法控制 那后来呢 我不是在读这个心理学吗 那我一直想办法 用我所学的 要来帮助我自己的一个婚姻 可是呢 都没办法解决 所以师母就跟我讲说 你很奇怪 因为那时候 他跟我一起去上研究所 他说你每天去学校 学了一个什么东西 回来就开始变另外一个样子 明天去回来 又变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他每天就等着我回来 看我要变什么样子 看我还有什么把戏可以变 可是呢 每次都变不一样 可是到最后还是不成功的 那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后来呢 后来是真的是因为 神的一个缘故啊 有教会的一些的长者 帮助我们度过的一段 那后来我们搬回来台湾之后呢 这是真实的事情 刚搬回来台湾 大概一两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开始 录制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七百俱乐部 可能大部分人没有看过 因为他没有播多久 后来就没有 那时候是寇慕斯主持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过电视 我也没有去Good TV 那时候就制作人打电话给我 就跟我讲说 这个黄牧师 我们想邀请你来上节目 我说你找我上节目 为什么呢 你怎么会找到我呢 他说因为我们要制作一个节目 是讲到婚姻 所以我想邀请你跟师母 我说你为什么想到邀请我跟师母 去上这个节目呢 他说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 是讲外遇 我说我没外遇啊 我说你误会了 我真的没外遇 他说不是不是你误会了 我说我们有请了三对 来分享外遇的这个经验 然后讲他们怎么样子悔改 但是呢我们希望说 有一个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想请一对夫妻呢 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来做一个见证 我说谁幸福美满 他说就是你们啊 我说真的还假的 他说是啊 他说我们查了 问了半天之后 听说你们是最幸福美满的一对夫妻 所以请你来做见证 我说我真的很惊讶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是幸福美满了 可是那一天我去录影的时候 我今天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天我去录影的时候呢 那是我大概是 我大概没有上过电视几次 那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一对一对的访问 最后的时候呢 那个扣牧师转过来 就说来 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 王国伦 他为什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他一转过来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灯光就 啪就照在我身上 全部这样照着 他说你说 为什么你的婚姻幸福美满 其实我说不出来 那一天是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当灯光说灯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 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只能挤出来一句话 而那句话是真实的 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今天我们还结婚的话 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跟上帝的恩典 为什么呢 因为我靠我自己 我已经尽我所能 照我所知的去做了 但是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我还可以活下来 我们甚至有婚姻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都是因为上帝 阿们 你可能觉得说 我只是在讲讲 我真的不是在讲讲 因为大部分的人认为 就是说要经营婚姻呢 你不会花时间去读圣经的 因为我们认为说 现在所有最新的这些的理论 最新所流行的 有关所爱情观 有关婚姻观 才是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 很少人会花时间去看看圣经 圣经是一个两三千年的一本老书 老掉牙的东西 有谁会去看它呢 但是亲爱的 我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弟弟妹妹们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无论你结婚了没有 你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你还没有结婚 你真的非常需要听 今天要跟你讲这个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神有清楚的一个教导 有关婚姻的 而你如果还没有结婚 真的是恭喜你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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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怎么过你的生活 在你还单身的时候 你怎么样子过你的生活 会完全的影响 你婚后的生活 所以你不要再想 就是说我还没有结婚 不关我的事情 你搞错了 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怎么样子过现在的生活 会完全的 我再讲一遍 影响你未来进入婚姻的生活 除非你不想结婚 你不想结婚 你会后来找我 我帮你祷告一下 但是呢 真正婚姻的关键 所有的一个秘诀 真正可以帮助一个人 婚姻中是有出路的 都在圣经里面 我认为我没有出路的 而且这么多年来 我如果当全职的传造人 23年 我在做一个 资商师 至少超过24年的一个时间 无论是多少的年纪 不管哪一个年龄层 他在婚姻里面 他都遇到很多真实的困难 只是他讲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真的告诉你 实际的状况 真的 实际上当一个人 在婚姻在挣扎的时候 痛苦得不得了 他真的巴不得自己死掉算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我有时候被邀请上节目 人家在讲 讲到现在 时下的有人是同居 有人就是两个人就在一起 或者是他们有一个 随便的一个性关系 当我在节目上讲说 我不建议性关系的时候 我不建议婚前有性关系的时候 你知道我被多少人笑说 你这个老掉牙 你这个什么东西 你这讲的什么 什么八股的 什么观念 我说那很简单 是因为我是牧师 他说你是牧师 当然你照按照圣经讲 我说不是不是 你不要误会了 是因为我是牧师 我常常要去照顾那些 关系破裂之后 所发生的后面的事情 我要后面去做收拾的残局 我要后面去做 这个照样的工作 所以我因为看见了 我才会这样讲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早期的时候 我在淡水建立教会 你知道淡水那边 有很多的学校 有淡江大学 有基督师 好多个学校都在那个地方 有一次 有一个老夫妻 从南部上来 带着他的女儿 来到教会来聚会 会后之后 我都会去跟那些会友 打招呼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次来的 他带着他女儿来 一对老夫妻 可是那女儿来的时候 大学生 可是坐在那个地方 两眼呆滞 坐在那个地方 完全都不回应的 我说你女儿怎么了 他说他女儿 是住在疗养院 他已经休学 住在疗养院 我说为什么 那老爸爸就开始 眼泪就在那边哭了 就是什么呢 情伤嘛 你知道情伤 情伤之后呢 他在心里 那个女儿 也是从南部上来 受了伤 大部分受伤 都是他被利用完的 你知道什么 叫做被利用完吗 就是他被用完了之后 人家不要他了 可是呢 有些人 他真的是把感情 放进去的时候 他心里面受伤 他没有办法恢复啊 后来整个精神分裂了 就只好住进疗养院 所以他带来的时候 他是说 牧师啊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救救我的女儿啊 那女儿 他因为精神分裂 他没有办法解决 你知道有些人 情伤的时候 他会割他自己 他会去伤害别人 为什么 因为痛嘛 人家讲说 牧师 你都讲一些 老掉牙的事情 你知道说 现在年轻人 相爱就可以 就在一起了吗 你管那么多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他实际后面 你看到人这样子 撕裂的受伤 伤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看多的时候呢 而且你有机会啊 你有机会会去看一件事情 你知道有一些医院 有一些疗养院啊 有时候我们教会派传道人去 去做那些服事 因为没有人要去 为什么呢 因为去的时候 都是跟一些精神有状况的人在一起 后来呢 我问我们教会传道人说 你去了怎么样 他说非常适合我们 反正我们精神也有状况 所以我们去那边 绝对就是回到家里面一样 哈利路亚 而且很多精神有状况 都觉得他自己是上帝 所以跟我们这些牧师在一起 非常合 这会嗨 可是你知道吗 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什么 他说可是牧师啊 那里面好多年轻的大学生 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说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 我说那又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再跟你讲一遍 大部分都是情商 但是你报纸读不到吧 没有人会告诉你嘛 这就是我所面对的残酷的事实 不是因为圣经说 你不要有分钱性关系 我遇到多少人 他把他用完之后 真的把他当卫生纸 就把他当场给他丢掉啊 谁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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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女生会受伤 男生也会受伤的 但是今天不是我要讲的这个主题 我要讲的 还是要讲到婚姻 那婚姻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跟我一起翻译到 创世纪的第二章 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八节 我们快速讲一下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 你要跟我一起来念好吗 第二章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到第二十五节 创世纪第二章 第十八到第二十五 每个人都要翻到 创世纪你一定翻得到 你翻不到的话 你不要来找我了 你去找宣政牧师了 第二章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耶和华神说 不行不行不行 念的时候大声一点 这是神的话好不好 十八节一起来 耶和华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 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深处 爱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 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培养一个默契 牧师每次念完圣经 你一定要抬起头看我 我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看我 我不会讲到的 麻烦你看我 各位 我再讲一遍 我刚才讲的都是在开场 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只有神的话语 可以真正帮助我们 阿们 无论是在结了婚的关系 或是婚前的关系 只有神的话语 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所读的 就是神的话 接下来我要用 非常快的速度 来告诉你一些 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 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很多事情你可以忘记 没有关系 但是要告诉你 一些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紧紧地把它抓住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当我们再次 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渴慕 亲爱的圣灵 你可以大大的自由运行 在我们当中 也就是真理的灵 可以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亲爱的圣灵 可求主你打开 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看见 耳朵打开 可以听见 心里也可以明白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 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 拦住人来听见你声音的 我们同心合宜在这个地方 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命令他要离开这个地方 恳求主你释放主你的百姓 让你的百姓都自由地来遇见你 看见你 听见你的声音 经历你的同在 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来 第十八节 他说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具不好 请问一下 那人指的是谁啊 亚当对不对 不是指女人 对不对 神说 那个人独具不好 所以神是说 男人独具不好 请你注意 神从来没有说 女人独具不好 你听懂那个意思吗 男人 告诉你一个秘密 没有女人 活得蛮痛苦的 女人 没有男人 可能你不相信 其实活得蛮好的 可是呢 牧师呢 在教会里面呢 最困扰的是 教会很多姐妹 都来跟我讲 牧师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给我们介绍弟兄啊 你最近不是出国去吗 你有没有带到一些弟兄回来 我说 这年头牧师还要当介绍人 是不是 他说是啊 牧师 你到国外 如果看到好的弟兄 带一些回来 我说 台湾没有弟兄吗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进出口的生意呢 那姐妹回答我说 因为牧师 我们台湾弟兄 量少直差 还笑这么大声啊 你们要悔改啊 我说姐妹 你不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 你啊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她说 牧师你不能明白 我们的这姐妹 非常非常 想要结婚 我们再不结婚 我们真的是十分的痛苦 我说姐妹 你是否知道 你结了婚 你会万分的痛苦 开玩笑的 你那么开心干什么 神说那一个人独居不好 其实我告诉你 他是指的是男人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亚当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我告诉你 你如果认识弟兄的话 弟兄常常没有感觉的 你说什么 蛤 蛤 蛤 很多的太太人跟我讲说 哎呀 我嫁给我这个先生 真的很痛苦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我说你当初 为什么要嫁给他 因为呢 我觉得呢 我这个人的情绪 上下起伏很大 他非常的非常的平稳 那他现在就是 也是很平稳 可是他平稳到一个地步 完全没有反应啊 我们弟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神说 那个人独居不好 其实亚当他自己也不知道的耶 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 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是谁说的 是神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神说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怎么样子呢 帮助他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你马上写下来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婚姻是神开始的 也就是婚姻是神设立的 这是第一点 婚姻是神开始的 婚姻也是神设立的 所以换一句话说 仔细听好 婚姻是为了神而有的 哈喽 你一定要记下来 我再跟你讲一遍 婚姻是神开始的 所以呢 婚姻是神设立的 所以婚姻是为了神而有的 牧师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听 很重要 各位 写完抬起头来看我 你不看我 我又没办法讲话了 写完他就看我 为什么这样讲这么重要呢 因为呢 我们很多人认为 婚姻是为了我们的 牧师我不快乐 我在这个婚姻里面不快乐 他这样子对我 我不快乐 都是以我怎么样子 我怎么样子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婚姻不是为了你的 婚姻是为了他的 所以当你在看婚姻的时候 尤其在座的 你已经结婚了 我们常常就讲说 我婚姻到底好不好 都是以我自己 做一个什么呢 出发点 以我自己为一个中心来衡量 我觉得我快乐 我就婚姻很好 我觉得我不快乐 婚姻不好 No 婚姻是为了谁而有的呢 是为了神而有的 我觉得讲的都是姐妹 弟兄都不愿意回答 你们很聪明 我再问一遍 婚姻是为了谁而有的 婚姻是为了谁而有的 你要清楚 记得这件事情 如果婚姻是为了神而有的 你要先问一件事情 神啊 你要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怎么样子才是你喜欢的 而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以我自己来衡量 这整个 我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开心也好 我不开心也好 你可能还没有结婚 你可能只是在一个关系里面 你不能以你自己为一切的所有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如果今天训政牧师 他办一个party 那其实我们 各位你跑趴的话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去party呢 尤其姐妹们 在座有姐妹们 你会最在意什么 你知道吗 不要假装了 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要穿什么 对不对 我要穿什么去嘛 今天是一个很casual 大家只是很随便穿着的呢 或者是穿着一个非常正式的 一个玩礼服的一个party 各位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到一个 你可能没有 你到一个餐厅里面去 那个餐厅的每一个人都是穿着西装打领带的 就只有自己穿着短裤跟短袖去的 你如果进到那个地方 你去吃饭 你会觉得是怎么样子呢 非常怎么样子呢 不舒服的 你会觉得就说 好像你是唯一的一个异类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那个整个场景是 每个人都穿短裤短袖 都穿得很随便 就只有你穿着西装打领带 坐在那边吃饭 这也是很奇怪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去 训政家 他办了一个party 那我当时问他说 这是什么 什么状况啊 对不对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party啊 这是一个正式的 还是什么的 我会穿一个衣服 不是合适他的 对不对 当然我穿的衣服 我也会喜欢 是根据我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不对 但是我会穿一个是 可能是合适那个情况的 你仔细听 我举这个例子给你听 我们常常都是 以自己为出发点 你要想一下 婚姻如果是为了他而有的话 你要想说 神啊 你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会预备一个 是合适那样子的一个场合 或者是合适你所要的 所以你想啊 婚姻如果不是 不是人想起来说 我想结婚 上帝我需要一个配偶 请你为我造一个配偶 不是的 是神说 你一个人独居不好 要为一个造 帮你造一个配偶 帮助你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你一定要问 神啊 你想要什么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的困难是 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包括在座的年轻人 你看我 头低低你 头低低你到底在看什么呢 这是我在教会里面 常常遇到的问题 我们牧师跟弟兄姐妹讲说 你回家要赶快多读圣经 大家都不读 就来到教会 我一开始说 大家读一段的时候 就大家一直读 都不起 还记头来 现在你不要读圣经 看我 看我 如果你一个关系里面 因为现在所有的观念 都是似是而非的 大家都跟你讲说 这样才是对的 那样才是对的 大家都在读这些 这些康目的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知道 怎么抓住男人的心 怎么样抓住女人的心 我告诉你 你怎么抓住男人 你问我就对了嘛 你看那些都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不能以你自己为出发点 在想这些事情 如果你以你自己为出发点 想这些事情 你没有搞得定的 那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观念 是这么样子好的 如果大家对爱的定义 这么样子清楚 爱情这么会讲的话 为什么现在关系 到处都是乱七八糟 破碎成这个样子 大部分的婚姻都不成功的 如果你告诉我 这世界上的价值观 这么厉害的话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告诉你 它不work 它不work 但是呢 如果我们基督徒 都已经在教会里面了 而且都有圣经 拿在手上了 我们还搞不清楚的话 各位 是our loss 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你懂吗 这已经都摆在我们的手上 这个世界没有答案 你也就说算了 但是这个已经放在我们的手上 如果你跟我再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知道怎么样子 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真理 去解开这些各式各样的难题的话 是我们自己倒霉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亏损 所以你一定要听清楚 我尽量跟你讲几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婚姻是为了谁而有的呢 好 第二件事情 你听我讲 这个 你是 牧师 牧师 我找牧师比较没有关系 怕得罪别人 牧师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可以吗 这个好牧师 我问别人 很难搞 这个难搞是吧 弟兄你帮我一下好吗 好 这个也不行 什么不要 姐妹你帮我一下好吗 也好 这是怎么样子 这个也是牧师 不要找牧师 全部都是牧师 弟兄你帮我一下好吗 不要 这个也有点没礼貌 请你帮忙 也不愿意帮忙 姐妹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你也好 感谢主 都是非常好 姐妹你帮我一下好吗 好 你也好 感谢主 姐妹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好 你也好 感谢主 不能问第一排的 我后面好了 哈喽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你要帮什么 感谢主 有人有脑袋了 如果人在问你说 你帮我一个忙的话 有人在路上 通过问你说 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你会说什么呢 你会想说 你要我帮什么 合理嘛 对不对 非常合理嘛 对不对 只有都是牧师 传道都是说 好 你外面别好个头啊 你要我帮你什么东西 先讲来听听 对不对 所以你仔细想 姐妹们 你们的脑袋 一定要醒过来 你醒过来 他说什么呢 神说那人独居不合 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对不对 所以很多姐妹讲说 我是来帮助你的 可是你都没有问他说 那神要我帮助他 什么 帮你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都不喜欢 成为那个帮助者 他想讲说 这个牧师 你们讲这个东西 都是男女不平等 为什么女人 就要做帮助者 为什么男人不是帮助者 我给你解释 一个简单的概念 如果我今天数学不及格 我找人帮助我 我考28分 我想请问你 我会找考几分的 来帮我 十分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你只会找一个 比你厉害的 来帮助你嘛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 帮助者是比较弱 还是比较厉害呢 姐妹们 你还没醒过来吗 当然是你比较好 才可以去帮助人家嘛 对不对 而且请问 是先造男人 还是先造女人呢 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不先造女人 我告诉你 因为最近 iPhone 8出来了 你知道那个 这个model越后面出来的越怎么样子呢 你们的反应要训练一下 当然是越后面出来的越好嘛 对不对 就是有人想要一个iPhone 3吗 没有了嘛 对不对 每个人都想要最好的一个model嘛 对不对 所以当神说 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话 他一定是能力 是比那被帮助者的还好嘛 但是现在常常一个误会就是 我们姐妹常常觉得 怎么男人会有这个样子 奔成这个样子 你闪开 我来就好 我自己做比较快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帮助一个人考试的话 你不能叫他不要考 我自己帮你考 对不对 所以帮助者 厉害就是 你有办法就帮助那个 你认为很笨的人 他考一百分看看 我跟你讲 我因为时间不多 我有很多要讲 来各位 你听 所以帮助者 你要问他说 要帮助他什么 对不对 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那我想问你 为什么神说 那个人独居不好 一定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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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人 一个人独居不好 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 Why 为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我顺便给你们考试一下 青年牧区 你们反应非常快的 圣经有一句话说 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 请问两个人可以追赶多少人呢 再讲一遍 一个人追赶千人 二人可以追赶多少人呢 你们的数学都有问题 我再讲一遍 一个人追赶千人 二人追赶多少呢 两千人 谢谢 正确回答 对不对 基本数学一加一等于二 对不对 为什么说一个人追赶千人 二人可以追赶万人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 神创造数学嘛 对不对 既然圣经是他所默示的 一个人可以追一千人 两个人应该加起来 追赶两千人嘛 但是为什么追赶万人呢 我因为没有时间呢 我就不考你了 直接告诉你 原因是一加一 不等于二的原因是 因为他有一个合一在里面 神要一个人做 当然可以 但是神说一个人做 不了 为什么 只有当两个人 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两个人合一的时候 他可以带出一个能力呢 是超过一加一的 是带来超过五倍的能力 本来一加一是两千 他可以追赶到万人的 各位 你一定要抬起头来 看我听好 婚姻是为了神而有的 是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你要问神 婚姻是要怎么样 第二呢 为什么要有婚姻呢 是因为他希望 有一个合一 因为在合一里面 会带来极大的能力 因为在合一里面 他能来成就 刚才问说帮忙什么 对不对 因为亚当被造的时候 神有给他托付的 各位我手上拿这个麦克风 Look Look 这个麦克风是被造的 所有被造被设计的 都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里面的 意思是 你跟我都是被造的 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 有被赋予一个 神来的一个计划 跟目的在里面 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 神有托付他要完成的 但是他一个人完成不了 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干什么呢 不是帮他生孩子 也不是帮他煮饭 是帮助他一起来完成 神托付给他们的事情 Amen 所以刚才那个姐妹问说 帮什么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帮什么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部分的婚姻 没有人知道要干什么嘛 所以如果结婚只是为了生孩子 孩子生完 那怎么办呢 没事啊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国家去 那个国家 出产石油的 所以非常有钱 我到问区做一些婚姻讲座 我说你们夫妻遇到这边什么问题 都是夫妻太忙了 所以没有时间沟通 我去到那个国家 随便一个家 都有十台到十二台的车子 我说你们夫妻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说他们时间太多了 每天面对面 不晓得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晓得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婚姻是静态的 你的婚姻会变成像死水 但是你的婚姻是有目的 有方向的 婚姻就是动态的 它就可以往前去 你知道吗 他没有时间吵架的 不是不吵架 只是很忙啊 一边吵 等一下一边走一边吵 继续走 可是婚姻还是继续往前的 你听懂那个意思吗 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需要有合一 才能带来极大的力量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看到训政牧师在那个地方 他可以带多少人 你知道吗 假设他带一千人 我带一千人 对不对 神的心意是要两个人合在一起 对不对 结果他今天带一千人 我带一千人 我们两个对干 所以最后连一百人都不剩 你听懂那个意思吗 所以因为我们完全搞不清楚 婚姻到底是为了谁而有的 第二个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夫妻整天吵不停 所以你带队 我带队 我们两个拼个你死我活 绝对不会有盼望 所以婚姻是为了什么而有的呢 很简单 是为了上帝而有 第二 婚姻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要干什么 合一 才能带来力量 成就 神所要给他们的托付 你不要认为我讲这个东西 只是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 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解决掉 婚姻里面一些最根本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第三 重点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启示 我每次到一个地方 来 你跟你旁边讲说 你今天听到黄牧师跟你分享 你赚到了 不要讲得不甘愿 再跟另外一边讲说 你赚到了 今天跟你讲一个 最重大的一个启示 这是三成天以上的一个启示 我告诉你 本人到好几成天 得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启示 要告诉你 这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一切都会改观的 你预备好了吗 好 可以的吗 好 感谢主 就这一位 谢谢 感谢你们的热情 最大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启示 就是 你预备好了吗 就是啊 我们这个人呢 婚姻是为神预备的 合一带来力量 成就神的一个心意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他最大的一个困难呢 根据下面这个启示呢 会解释 会回答 为什么 就是呢 你旁边那个人 你旁边那个人 是一个罪人 我刚才把你讲一个 很厉害的启示 你没听懂 我告诉你 我这么久当一个传道人 跟人家传福音 说你要信耶稣啊 因为我们有罪 很多人很拒绝 很抗拒 说我是一个罪人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任何结过婚的人 或是正在结婚的人 不需要花上一个礼拜 甚至更短的时间 就知道 他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罪人 你不相信吗 你去问一个结婚的人 黄牧师今天给我们一个启示 他会跟你讲 我早就知道了 这什么启示 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预备好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 更厉害的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才是很厉害的 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懂的 知道另外一半是一个罪人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厉害最厉害的一个启示 多年来 我把我多年来的功力 一次传给你们 你们预备好了吗 我要发功了 Ready to receive 就是 我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罪人 这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的目的清楚 神的心意也清楚 可是人搞不动 人的问题多得不得了 人的问题是 另外一半是罪人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你永远都看不见 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罪人 我跟你对夫妻讲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我的老公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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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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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私 OK好 我就说姐妹你认为你不自私吗 我 我 当然自私 但是跟他比差远了 他真的是自私自私自私的自私 各位 It's not true 问题是这样子 我们自己也是很自私 所以你思想一下 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变出什么样的一个花样 他会带来各式各样的一个痛苦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在跟你讲 婚姻是为了谁而有的 第二 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 合一带来能力来成就神的心意 对不对 第三 婚姻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因为你所嫁的那个人是罪人 你自己更是一个罪人 来 跟你旁边讲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觉得你不相信 你听得懂什么叫罪人吗 你讲得好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罪人 我觉得我们吃错药了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对不起 我是一个罪人 王牧师说的 阿雷路亚 我得到最大的启示了 不得了 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所以罪人是很讨人厌的 一点都不可爱的 你可能不相信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接下来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要快速回答 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问一下 大部分人 不要讲别人 讲自己 你希望婚姻带给你什么 回答 可不可以站起来回答一个 你要讲了就站起来跟我讲 你希望婚姻带给你什么 那个翻页我翻不出来 麻烦一下 你希望婚姻带给你什么 有没有人讲一下 幸福 谁说的 举手 敢说敢当 幸福 还有没有 婚姻带给你什么 婚姻带给你和谐 你想太多了 好 来 你希望婚姻带给你什么 是 快乐 弟兄我看到你了 我记得你了 还有什么 请说 婚姻带给你成长 你是哪一个教会的 太鼠邻了一点吧 这个这是我第一次听过的 来 请说 婚姻带给我满足 婚姻带给我幸福 婚姻带给我快乐 还有婚姻带给我 快乐讲到了 还有一个带给我成长 你给我记得 等一下我找你 还有没有什么 跟我讲 婚姻带给你什么 婚姻带给你安稳 这应该是姐妹说的才对 为什么会有弟兄说 你希望姐妹带给你安稳吗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呢 还有谁告诉我 你希望婚姻带给你什么 来 请说 带给 带给你家庭 婚姻带给你 没有 婚姻 你婚姻就是家庭的 来 爱 来 又有了 归属感 婚姻带给我们归属 你是看到什么 新闻花花公子的创办人死了吗 什么玩伴 这个聚会完才能讲讨论的事情 不要这样子 来 我借一下薰真牧师借一下 来 请你出来一下 给他一个掌声 这种都是好人你知道吗 叫他他都不问 他就可以出来了 他如果 是我心目中的伴侣 牧师你贵姓 吕牧师 吕牧师可以 麻烦你站起来 等一下 我们这样子 看了看了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所以呢 我 要跟 训责牧师进入关系里 假设 假设他是女的 假设我是女的 我是女的 他是男的 我要嫁给他 我要嫁给他 OK 好 所以 龙生 好 你先稍微 hold住 所以刚才讲说什么呢 你希望婚姻可以带给你什么呢 快乐 所以呢 当我在看训证的时候呢 我希望他带给我快乐 OK 不只哦 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还希望他带给我什么呢 幸福 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还希望他成为我的什么呢 玩伴 谢谢你弟兄 还有我们姐妹说 我希望他带给我爱 是不是 各位 各位 那 hold住哦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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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期待的东西 你有没有听过 你所要的幸福 美满 快乐 只有这位 吕牧师所代表的 耶稣才能给你呢 你可以 当一下耶稣吧 OK的 我五分钟就会结束 你忍耐一下 没关系 没错了 我们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快乐 从耶稣来吗 真正的爱 从他来吗 真正的幸福 从他来吗 是不是 可是呢 我们是 讲 是这样讲啦 可是心里面呢 期待是 你要给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翻脸是为什么呢 因为 你没给我 我所期待的啊 你知道我在你身上 放下多少的寄望吗 我所有一切的幸福美满 都要从你来 你没有给我 我给你拼了 你 老娘给你拼了 所以本来不是相爱吗 后来都相恨吗 对不对 我恨死你 对不对 因为我所有 期待你 所可以给我的 你都没有给我 或是给我一点点 不够塞我的牙缝 你听哦 一个罪人 期待另外一个罪人 给他一个 他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们期待另外一个罪人 不要说罪人 我们期待另外一个人 那只有神 才能可以给我们的东西 我不压死你 我不逼死你 才怪 你没有结婚的 你听我讲哦 你没有说出来而已哦 那种没有说出来 比有说出来的还可怕哦 其实你们都非常可怕哦 我们期待你的男朋友 你期待你的女朋友 带给你一些东西 你没有讲出来的 是什么呢 你要不要问问看 你有良心的话 你把它写下来 你写下来就会发现 诶 他有办法给我吗 可能我来教会 就是应该是寻求 他给我才对啊 是不是 听我讲了 如果 我自己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进入到婚姻 永远不会快乐的 可是我们都怪他 是你让我不快乐 但是 那是骗人的 因为 我从来就没有快乐过 为什么我们期待 别人带给我幸福 因为我不幸福啊 我管你结婚 没有结婚都一样 你听我讲 我一直跟你讲 你结婚前怎么样子 会影响你结婚后的 你如果带着一个 错误的期待 进入婚姻 或者是有些人 都已经结婚了 人就有那种 没有说出来的期待 这么恐怖哦 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呢 你希望一个人 你会逼死那个人 他也挤不出来 那个耶稣 手借一下 简单就可以给你的 但是我们不要他 就是你 你一定要给我 我要你照相 不是不是 不要拿手机 用你的脑袋 照这个相 你期待那个人 是一个罪人 给另外一个罪人 那只有上帝 才能给你的 你永远不会快乐 他做牛做马 做到死 也没办法给你 给他们一个掌声 欢迎是为了谁而有的 目的是什么呢 他独居不好 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是为了跟他合一 一起带出力量 跟权柄 来做神 要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人做不到 原因是 最大的启示 是什么呢 人是一个什么呢 然后比这个最大启示 更大的启示 是什么呢 你最后那个 没有讲得清楚 更大的启示 是什么呢 你真的相信吗 你不要回答 你仔细想 你真的相信吗 你真的相信 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吗 还是你只是 知识上面的认知 说哦呀呀 圣经说我是一个罪人 而不是实际知道说 我从头到脚 都是一个罪人 在做了结婚的 我知道婚姻 很多时候很痛苦的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 一件事情 你的对方是罪人之外 你自己也是罪人 所以当你把眼目 一直定睛在你 另外一半的时候 问题绝对没办法解决 婚姻没有出路 婚姻什么时候有出路呢 当你看见了耶稣 当你知道婚姻是为了他 你要问说 那你要什么 最后了 最后了你要听 很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你来教会吗 你知道为什么来教会吗 这边有十字架 各位请问一下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神最大的爱 还有呢 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救恩是什么意思呢 来来来 看着我 来我问你 十字架 当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我只听到一张 有没有可以讲清楚一点 刚才在讲婚姻 期待什么 每个人都举手 我知道 你看到十字架 你想到什么 耶稣 耶稣怎么样呢 他救恩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 牺牺牲的爱 还有呢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好 还有没有 舍己 还有没有 关系 好 还有没有 洗净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好来 看我这里 看我这里 婚姻要有出路 最后一个解答 就这个样子 你需要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给你放在教会的 十字架不是给你戴项链的 十字架不是给你戴耳环的 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牺牲啊 牺牲太属灵了 你知道牺牲真实的 用一个一般人的言语是什么吗 舍己 你们不要太属灵好不好 你们这是怎么样子 给出去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像刚才训证他承认 对不对 他在众人面前承认 他很爱吃牛肉 对不对 本人也是 尤其是那种 已经切好的 那种 架式要摆出来 拿起来 那种非常的 真的是juicy 那种充满了肉汁 那种香味 你正要把它放在嘴巴里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拦住你停止这个动作 在我的经验里面 只有一种人有办法 我老婆你想太多了 就是儿子跑来说 爸爸停下来我要吃那一口 我就 给他吃 结果他一吃了之后呢 很快的跑走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居然还很快乐 你听懂那意思吗 就是有一种爱 就是你给出去的时候 你心里面反而满足的 我们很多时候给出去 是心不甘 情不愿 觉得我损失 亏大 有一次我上节目 人家讲说什么是爱情 我就讲说 牺牲的爱 给出去的爱 旁边有一个专家就跟我讲 在大众面前笑我 哎呀 你这什么东西啊 这一点都不浪漫 什么给出去 舍己 恶心死了 一点都不浪漫 爱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爱情是非常美丽的 爱情非常好的 我只差没有讲你 你放 你没有真正给过的 你哪知道什么叫做爱啊 大部分对爱的定义就是 我要拿 我要 给我 真正的爱 你想到十字架就是那种 你没有要的时候 他说我 给你 夫妻在吵架就在讲说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足够 我为你做了多少 你有为我做多少 No 它不会work 婚姻真正的出路 就是每一个家里面 都需要一个十字架 是什么呢 我愿意把我自己给你 给的时候会痛 给的是一种损失 但是我给出去 我心里面爽 这是一个很怪很怪的一种 一种的真理 你知道吗 就是你给出去是损失 但是你给出去之后 居然充满了满足 这大部分的就只有你有孩子的时候 才会知道的 我要跟你承认 如果呢 我要吃那块肉 师母跑来 我远远看到他 我就先赶快晒到嘴巴里面去 为什么你会拍手呢 奇怪了 那个是在我不懂的真爱之前 那先解释清楚 我现在看到他来 我就会先叫出去 Honey Yours 没有啦 也没那么厉害啦 我告诉你啦 我告诉你 就当你真的明白 那种付出的爱 而当你付出的时候 你心里面还会快乐的时候 那才叫真爱 第二 在做了所有的结婚的 我告诉你 婚姻里面会彼此没有伤害 是不可能的事情 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呢 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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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就说 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其实婚姻里面很多就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要死的 其实婚姻要有出路呢 是需要有十字架 不断地重演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不断地愿意给出去 原谅 甚至愿意自己去死 那个才叫做是真爱 最后 我要用这个结束 你还没有结婚 或者是你结婚的 你都需要来到教会的原因是 只有耶稣 可以真正地满足你 各位我拜托你 我求求你 你看我 我最后这个 我真的要把它结束了 如果这个耶稣 没办法满足你的话 没有任何人会满足你的 如果你来到他面前 你没有办法觉得 你真正快乐的话 没有任何人 在这个宇宙里面 可以带给你 真正的快乐 那你说 为什么我来到耶稣面前 我还不快乐呢 我可以跟你解释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 虽然看着他 但是你想要的是他 我知道你们偷看训证很久了 因为你是期待 那个或者是那一个 才能真正带给你 你来找耶稣 是希望耶稣 可以帮助你 得到那个人而已 你不是真正要耶稣 只有当一个人 真正来到耶稣的面前 跟他对齐 只有你从他那边 可以得到你满足的爱 你真的觉得你满足 你快乐 我告诉你 你再进入到婚姻里面去 因为呢 你有可能会带给他 真正的快乐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很多事情 讲都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听起来好像很好笑 但是实际上是 主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的关系是破碎的 心里面是受伤的 主 孩子在这边祷告的时候 恳求亲爱的圣灵 你亲自来做那医治的工作 只有你可以做那医治恢复的工作 但是主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破碎的时候 我们一边也要承认我们的罪 就是主 我们期待一个人来给我们 那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的 主 我们把我们的盼望 放在那个婚姻里面 放在那个关系里面 以至于 我们心里面 没有真正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阿爸父 孩子祷告 当我们现在众人在你面前 安静的时候 圣灵你来做那感动的工作 对我们说话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弟弟妹妹们 今天牧师来到这边 不是只是来跟你们讲一些的笑话 我真的很想把天父的心带给你 如果你听到今天的信息 你知道你的生命 你的关系需要做一个改变的话 可不可以请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再放下来 举起来再放下来 感谢主 举起来就放下来 你知道你要做一个改变 举起来放下来 不是为了我 你为了神 举起来放下来 还有再问一个 有没有愿意 因为你今天的分享你知道 你应该单单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要祂 只有祂能成为你完全的满足 你愿意说 主耶稣今天晚上我真的只要你 我渴慕你 我需要你 如果这是你的祷告 这是你的渴求的话 也请你举个手放下来 举个手放下来 感谢主 举个手放下来 我来为你祷告 父神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 婚姻才有出路 只有当我们真实的认识 你给婚姻的目的 方向 还有你用十字架带给我们那个出路的时候 主我们整个婚姻才有盼望 谢谢主你爱我们 我对所有今天 在你面前举手的弟兄姐妹 还有朋友们来祷告 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 主孩子祷告 恳求主你亲自伸出你的手来 按在他们身上 安慰他们 那心里破碎的你知道 恳求主你安慰他们 主有更多的人需要在人生里面 把他人生的焦点转回来 在你的身上 主啊你对他们说话 你纪念怜悯 主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尘土一般 但是因为有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就有了一切 主帮助我们不是唱歌 嘴巴讲讲 让我们真正的聪明那边 得着完全的满足 感谢主 再一次在这个地方 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 在这里的每一段婚姻 每一个关系 每一个做先生的 做妻子的 或者是正在交往的关系里面 愿主你亲自的赐福 每一位感谢你赞美你 将荣耀归给你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不好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 好不好我们要一起来 敬拜的时候 我要邀请我们的传教同工 跟小组长 何欣同工可以来到台前 就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如果今天圣灵 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在对你的心说话 特别是在关系当中 其实你知道你需要把你的焦点 转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在感情当中 你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或者在关系当中 你曾经经历到伤害的 或者在婚姻的里面 你在在挣扎 你在寻求 那一个出路的 今天我要告诉你 主耶稣是我们的出路 实价是我们的出路 如果你心里需要被服侍的 你渴望今天得着这个出路 这个力量 我邀请你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来到台前 接受我们的导教同工的服侍 我愿意 祈求祢生命 鎖臉都走開 我知一切會改變 耶穌 今生呼喚祢生命 是冷靜風平行 當我不求祢生命 當我不求祢生命 鎖臉都走開 我知一切會改變 耶穌 今生呼喚祢生命 是冷靜風平行 當我不求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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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臉都走開 我知一切會改變 耶穌 今生呼喚祢生命 今生呼喚祢生命 是冷靜風平行 當我不求祢生命 當我不求祢生命 今生呼喚祢生命 當我不求 尽一生不患 噢시다 再永遠不求地生命 所缺的說代 所知一切會改變 Yeah 让我呼叫你生命 是冷静和明晰 让我呼求你生命 让我呼求你生命 所连路索开 或是一切会改变 耶稣 祈福还你生命 是狼尽风一行 让我扶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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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为我们父母亲的婚姻来祷告 我们来为他们的婚姻来守望 我们也相信神是他们的婚姻的出路 神是我们父母亲的婚姻的出路 我们同声开口 把你家庭的婚姻带到神的面前 把你父母亲的婚姻带到神的面前 为他们来守望祷告 那 serait的 Tree of Thant 助上来建议他们的团 star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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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室的主義就是在恢復 就是在他們關係 那邊 就是在他們的瘦下 祝你就是在未來的一切 就是想著手們 在當瘦下 祝他有幸中的誇 嗚 既然是在祖宇 嗚 既然是在祖宇 只是想著手旅 也就想著手 祝你是在犯下 父神我们奉主耶稣当着明天 向祢献上感谢 主今天透过祢的话语 祝祢把启示带到我们中间 主让我们清楚看见 婚姻是祢所设立的 目的是因为了祢 父神让我们看见 在婚姻当中合一带来的能力 主也让我们知道 主 我们需要回到祢的面前 回到关系的里面 我们才有可能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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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走进到这样有盼望的婚姻的里面 因此主 我向祢来祷告 我们祝福我们青年母亲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 让我们在关系当中 先连接到祢身上 祢是我们的快乐 祢是我们的满足感 祢是我们一切的价值 祢是我们的安全感 主 我们唯一的幸福在于祢 只有当我们在祢的关系当中 从祢这边得到一切 我们才能够在婚姻的里面 学习牺牲 学习给予 学习彼此相爱 主 我们感谢祢耶稣 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 不管是未婚的 或是在已婚的 主 祢的恩典都够我们用 感谢祢耶稣 祷告奉靠绝书的圣名 阿们 把掌声药位 祢可以给爱我们的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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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们聚会到这边就要结束 跟七个人彼此祝福 跟他说 婚姻不是要让你更快乐 只有耶稣才可以让你快乐 婚姻不是要让你更快乐 只有耶稣才可以让你快乐 好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 要再次邀请第一次或第二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可以到我们外面的219教室 那边会有我们的同工帮助你 更多来认识我们的教会 认识我们的牧区 也欢迎你能够加入到 我们的大家庭跟小组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为一些身体有需要的 能够来祷告 好不好 请我们的同工可以把它打出来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常常会感觉有一种焦虑 或者是